黄紫娇与小S的恋情已是过去式 但当初的一段三角恋却总被人们在茶余饭后拿出来讨论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中评论黄紫娇和小S当年的感情称 2009年的这个时候小S和黄紫娇分手 然后小S再被记者问道时哭了个稀里哗啦 后来他遇到了高富帅徐亚军 结婚生了三个女儿美满幸福 而现在的黄紫娇相比后者如同屌丝一般 所以总会有更好的呢 随后黄紫娇转发此微博称 一是2000年二13年了 当年的轻狂线竟然还被偶尔惦记也真苦 三爱情永远是两个人最清楚其中酸甜 你们爱过吗 提出分手的其实提早发现提早痛了 四当屌丝又如何晚安微博的各种人 简单的四点归纳了和小S曾经的爱 看着不尽让人心酸 据报道黄紫娇闯荡演艺圈21年 其中焦S恋与焦宝恋最为红红烈恋 黄紫娇16岁出道至今25年 谈过九段恋爱 13年前跟小S曾宝依抱出三角恋心 任他千夫所致 演艺生涯跌至最低潮 甚至一度有情深念头 如今事情已成过去 小S和曾宝依已经言和 网友们也祝福黄紫娇能早日找到那个对的人 辞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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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垂